監察院在7月1号正式递状 创下府院党共四个机关 接力对同一事件提示线的记录 眼看国会扩权法案将进入视线站 国民党宣发制人 点名七位大法官应该回避 我们能够期待他们做出公正客观的裁判吗 我们这些必拥有的大法官 要有自知之明 自己要自行回避 请国民党民众党的委员 好好去读读法规 针对大法官应自行回避 在审议案件的过程都有明确的规定 都有清楚的回避条款 民进党团反红没好好研读法规 大法官审议案件除非自己或配偶 是申请案件的当事人 或跟案件有关联 曾经参与过案件裁判 当过证人等等才需要回避 不然大法官仅仅15人 动不动就要回避 没完没了 而且蓝营点名七位大法官很绿所举的理由 像是许志雄当过民进党国大代表 蔡宗贞曾经批评服贸 由博祥支持费死 黄瑞明是前立委油美女的丈夫等等 那国民党民众党为了害怕心虚 就先来打预防针 先来丑化 先来针对大法官的个人的意识形态或立场 进行不必要的一个扭曲 任何人再大都不要来对大法官不敬 吴思瑶反凤蓝营心虚 就不知道是不是自知国会扩权违宪 才先打预防针 你是新闻陈寗 简世峰特别报道